十五,《蘋果日報》,炒埃股逼家人借錢大媽遭夫葛後忙 2015年7月11日兩岸要問A24股市殺人 江西南昌一個姐媽展炒股的大媽,因早前股市大跌狂 蝕180萬元人民幣、下同約225萬港元 為平倉抄底、逼丈夫和兒子道處借錢 遭相伴三十多年的丈夫先打雲在割後忙 丈夫公稱走投無路想和妻子同歸於盡 本想將房子付之一句,卻有擔心累及鄰居 最後橫市報警自首,南昌某小區的一個五樓單位 週三八日,發生殺妻慘亡,鄰居門議論紛紛 樓下單位的住戶透露,聽到死者將某情緒非常激動 不停質問有沒有錢,好象在向丈夫老樓後叫 大概上五九點左右,突然聽到張某哭了一聲 你怎摸下得了這摸重的手,之後就再也沒有聲響了 老樓是同時眼中的好領導,兒子眼中的好爸爸 不煙不酒不打牌,下班就買菜做家務 週末陪兩歲孫女玩 這樣一位大家口中的老好人 確在家中將老伴殺死 先被鐵棍打雲老樓交代 自己試用鐵棍擊打妻子的頭部 之後又用才子都將妻子割後 我被他逼隔拋 別跟同事、朋友借錢 可越是投錢進去就越虧得多 最後虧了一百八十萬元 我已經沒有辦法,走投無路了 已經活不下去了 老樓說妻子又逼兒子去幫忙借錢 他覺得家被妻子搞垮了 妻子說是融資融勸 類似媽展的錢 已經欠了一大筆錢 沒辦法回頭,只有不斷投錢才能降低成本 還逼他拿房產證抵押換錢 1225萬4處借錢沒有辦法 我從來不炒股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這了多少錢 他把自己的錢虧掉就算了 為什麼要去借錢炒股 老樓感到沒有活路 現在就算後悔也沒辦法 他最擔心的就是兒子和孫女 老樓事先準備了小半桶汽油 殺死妻子後 本想消活妻子一起死的 但怕連累鄰居 於是放棄了 致電而止 同時並且向警方自首 劉家獨子小樓最初以為是父母炒架說戲話 直到看到血缽中的媽媽 身高1.9米多的他們臉無助 痛苦地不停搖頭 我接到我爸電話時 整個人都猛了 不敢相信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句號 鄰居說 老樓一家搬來這個社區才一年多 一家人個子都很高大 看起來很和善 經常可以看到老樓買菜回家 而張某平時就洩在家上網 好帳末工作 不少社區住戶說 張某最近為這錢平倉 甚至向社區一些不認識的老人借錢 聽說還找過高利貸 如果沒有追倉牛市 也許老樓的妻子 張某不會紅心撥撥這媽展炒股 如果沒有近期股災 這個家不會因平倉壓力越含越深不可自拔 如果老樓隱一隱等到政府救市 也許妻子不用死 又也許他會更瘋狂買入股票 血的教訓 人們總是很快就會忘記 隨今一股市回升 即使年息高達二十里 有許多散戶為修復失地 竟在盜者態 殺入股海 江西南昌晚報網民有話說 追幾位隻錢炒股 句號 炒股害人聖過毒品 句號 炒股炒股 炒撇股 好好一個家毀了 句號 再撐一周說不定就回來了 哎 可惜可惜 句號 願賭復書 賺了哈哈笑 虧了留下跳 抹灑可惜的 句號 現在股市不好炒 所以不要盲目地投錢 新浪微博文學成 哦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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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